废友消息 美国联合航空最近投资了航空创新企业杰林 但是资金数目不详 在这之前 美国空军也已经投资了这家公司 据称无偿给付了2.35亿美元的研发经费 杰林公司正在研制新一代客机 代号叫做Z4 Z4使用的是一升融合布局 可以搭载250名乘客 航程可以达到5000海里 约9260公里 接近于波音788和767312 它的目标也是取代 目前200到270座级别的老旧宽体机型 据称在远程飞行时 它与当前双发宽体客机相比 可以节约多达50%的燃油消耗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杰林希望在2030年将它投入市场 根据网络上流传的数据 Z4客机的机身长度 与波音737类似 但是它的机翼很长 比波音767300还要长34英尺 Z4的两台发动机后置 扁而宽的机身将并排容纳18位乘客 是波音737的三倍 它的节油主要是依靠空气动力学的改善 并不需要对当前发动机做太多的改进 所以它选用的是普惠公司的PW2040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现在主要在波音757和 C17运输机上使用 总产量大约2000台 是一款比较成熟的产品 美联行在投资的同时还给出了订单承诺 据称如果Z4研发工作在某个时间节点达到某个里程碑 美联行就将订购200架 其中包括100架确认订单和100架选购权 与简单的给钱相比 订单承诺似乎更能支撑初创公司的信心 在研发阶段参与飞机研制是很多航空公司的惯例 例如汉沙航空在上个世纪60年代 积极支持波音737的研制工作 订过了21架737-100 是737飞机的第一笔订单 对737的研发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英国航空在协和飞机的研制 全日空在波音787飞机的研制中也都深度参与 这样做的好处也显而易见 一旦研制成功 自己能够较早的享受到新科技带来的好处 直接领先别人好几个身位 除了美联航之外 美国达美航空和阿拉斯加航空也已经与杰林公司合作 都是为了早日获得省油的新一代客机 毕竟燃油成本能够占到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30% 而美国空军与杰林合作 则是想获取新一代的空中加油机 美国军用飞机的研制也通常由企业主导 而不是大量使用政府税收 不过飞友们可能不喜欢这款客机 因为它的靠窗座位实在是太少了 如果不能看看窗外的风景 飞行还有什么乐趣呢 朋友们你们说呢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杨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